電池星大量串並連 匯局能量再釋放 這是協助全球實現電力去碳化 商機正火熱的儲能系統 為了搶十隻塊大餅 台廠也步上儲能供應鏈的爭霸之旅 厚度不到 7 公分 能直接掛在牆上 表面又能彩繪圖樣的儲能牆 單片儲能容量為4000瓦小時 號稱目前市面上最薄的儲能設備 儲能牆像是個放大版的充電電池 跟一般電動車充電站相比 輕薄外型較不佔空間 而且使用一般試電 220 伏特即可充電 國內鋰電池模組供應商 想以此優勢來搶試 而當中的核心關鍵技術之一 在於走線安排 要讓電力能平均且穩定的流動 它就是要把能量儲存到每個電芯上面 所以電流的流動其實是很關鍵的 因為如果電流的流動分配的不均的話 會有積熱的問題 電力在流動的過程中 其實在線上面會有線損會有損耗 所以盡可能的讓大家走最短的距離 到用電的地方 過度激熱可能造成短板會降低使用壽命 增加安全問題 但想讓400多顆電芯大軍好好聽話 統一口令 充放電也不簡單 而這個關鍵角色 帶由這片輕薄電路板來扮演 我們電池模組都會稱呼這個叫BMS 電池管理系統 那它就很像電池模組裡面的大腦 由它來分配所有的充放電 電池管理系統同時會控制電壓 溫度跟電流 但要讓電芯能力發揮到極致的前提是 必須事先將能力有落差的夥伴給剔除 鋰電池排隊進入電芯分選機 在空中翻轉一圈 溜下滑梯的那瞬間 就完成能力分搬試驗 那它會透過它的內組跟它的電壓來做分選 那最主要就是把相同特性的電池 放在同個模組裡面 而不只要一等級選配鋰電池 也要讓他們是才是所 這個就是所謂的鋰三圓 那鋰三圓就是涅孤� 那理論上這個用在交通工具比較多 就是快充快放 那這個就是鋰鐵電池 那這個用在儲能牆上面 它鋰鐵的特性就是壽命非常長 而且它可耐受的溫度是比較高的 相較於鋰三圓 鋰鐵電池能量密度雖然較低 但即便出現熱失控 爆炸的機率比較低 而使用鋰鐵電池製作的儲能牆 在各界都期許電池應用 能更久 更便利 更穩定 以及能源實力 能及空間有限的狀態下應變而生 我們也可以並聯 一片四度電 我並十片就變成四十度電 就會足夠給一個場域 來做調度跟使用 剛剛提到的光加鋼 甚至是鋼加充 就是充到電動車上面去 全球電力缺口持續擴大 台灣也面臨缺電轉型關卡 再再都讓儲能需求成長速度加快 莊宏偉說以台灣公廟 每天開燈十二小時為例 儲能牆可以幫助節省 一半以上的用電量 我們有了太陽光之後 現在尖峰時間變成四點 到晚上的八點 所以它能量轉移了 電力轉移了 那其實如果我們有電池模組 分散式的在每個縣市 或者是大街小巷 其實這個電力的調度 尖峰時間就會被削平 我們講的削風填骨 這是目前綠能產業的新脈動 而口中不斷輸出電池相關知識 身材高大的莊宏偉 就是這片儲能天地的董事長 有時候我就像教練一樣會要求他們 有時候我自己又是球員 自己上場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有時候我也是啦啦隊 對 所以有時候又是球隊經理 要照顧大家的情緒 將球場角色帶進商業戰場 他高中成是籃球體保身 跟台灣飛人陳信安是同學 後來選擇更擅長的 職涯賽道電子業 中途還一度跨界服飾業 但事業跟球賽一樣 成績偶爾起伏 他一度創業失敗陷入低潮 在電子業我就跳到了服飾 因為我想說我可以做一些創新 在網路上做一些服務 然後甚至到線下去做一些體驗 後來發現這個市場 第一個你要花很大量的時間 去教育市場這樣子的商業模式 然後同時其實你的資源也有限 對 那其實我學到的就是 我必須要看清楚我自己的定位 他決定回歸電子業 投入應用廣泛的裏電池產業 他深知面對被AI旋風席捲的時代 有電力才有算力 尤其是各項產業永續成長的燃料 綠電具備龐大商機 其實很多東西油轉電 然後包含電動車也是載具也是電動化 那我們台灣更熟悉的就是半導體 一廠一廠的蓋 我們知道半導體的用電也是 也是就等於是電廠級的在用電 那最後就是最近很夯的AI的算力 那些更多的用電 國內裡電池模組供應商 積極搶進儲能產業 一位國際知名科技諮詢 顧問公司預計2035年 鋰電池市場規模將超過4000億美元 而且需求渴望持續成長 像電動車整個底盤都是電池 或者貨櫃裡面都塞滿電池 所以只要在跟儲能跟交通工具有關的 它的使用量都會遠大於現在所使用的 台場摩拳擦掌 已經使盡儲能產業新賽道 而且還在猛踩油門 準備大代市場商機 這場台灣綠能科技革命正在展開